因为我一直把这些事情都放在自己心 我发现我真的快生病 米可白类控骚扰 反专管理员喊冤反要说话 我每天都被他骚扰了 好烦哦 气到我都发走了 哎咦 米可白11日在脸书直播大哭 指控一位将性能粉丝骚扰他 对方帮他管理脸书粉丝专业 近期却威胁要公布他的个资 还跟他要求一只iPhone呢 直播后他又破文表示影片被删除了 更提到对方会用他的身份到处留言 哎对此江先生12日回应苹果了 直指米可白说谎 表示没到处去烂留言 也没删他哭的影片 至于被控诉骚扰等罪名 江先生因为忧郁症住院中 目前已经退出粉专 也不会再跟他联络 然后米可白12日再次开直播解释 这件事情是从2011年 他就非常热心主动跟我说 他可以成立一个粉丝团 然后一起经营 这七年来这个粉丝团都是我自己用 当初因为脸书有一个要申请蓝勾勾 他就说只要身份证嘛 我想说那没关系 那我就把身份证传给他 他的权限等于是 Mansion的权限比较大 直到他冒用我的身份去回留言 我请他不要去做这些事情 之后他就不愉快 米可白更举例对方的失控心境 例如将粉丝的资讯贴在他的死人脸书 让米可白帮忙爆料 让他不舒服的邻居 甚至 他说他手机中毒 跟我要手机 然后说要用最大容量的 然后跟我说手机三四万很便宜 就是以我的能力我可以买 他跟我要手机我不想给他 然后他又跟我讲说 他要改跟我要钱 12日下午1点半 米可白在脸书表示 已经拔除江先生的权限 他无法再随意使用我的脸书 删除我的文章跟帖文 娱乐动新闻 下次不要再随便把身份证给人了 不倒